尼特朗普 去年8月号讲了 几乎每一个来美国的刘维生都是间谍 人家讲说 你说谁呢 就需要中国呢 今年8月又开炮了 我们不需要中国 坦率地说 如果没有中国情傲会好得多 特此命令我们伟大美国公司 立即开始寻找中国之外的地带方案 包括将你们的公司带回美国 在美国生产你们的产品 中国民间这个活力 中国人这种勤奋 这种刻骨 这种钻研 这种物体 世界无人可比 中国人是既为过去 也为未来活着的人 为过去要养老啊 为未来 孩子不能处在起跑线上啊 所以大人猛劲加班啊 客户工作 西方就是说 我就为今天活着 明天再说了 不管那么多了 你中国人这种状态 最近 你看9月23号 德国《事业报》里面报道讲 只要世界其他地方出现新产品或新构想 中国立即有20支团队致力于此 以便用更好的质量和更优惠的价格 他都没有 生命力极其万强 任正非1983年转移到深圳 后勤服服务基地 搞公司 做生意 老人说了 我就不会做生意 市场规律 市场经济规律不知道 第一笔生意被人骗了 200多万 买彩电 对方携款 跑跑 刚到公司给人亏了200多万 任正非被公司除名 老婆跟他离婚 老婆是公司高管 离婚 带着父亲母亲弟弟妹妹 创建 集资21000元 创建华为公司 就在深圳一个传达室里啊 就是一个企业传达室里 白天老头三分之一 在前面传达诸多事务 后面华为公司在那办公 晚上就华为公司在那加班 就传达室 老人跟我讲 最初创业 就几块万用表 一台试播企业 你看最近接受德国媒体台访 从扛那个货物 老人说呢 没人帮啊 就自己扛啊 扛那些电子散件 帮着组装的 只能扛15米 20码 一都往上扛 因为视线能看见 我扛到前面都被别人偷了怎么办 只能一堆就往上扛 15米一堆一堆就往前挪 好几件一人拿不走 就一个人背得往前 一件往前扛 那1987年88年就那么干 任正非43岁创业 把一个山寨公司变成震惊世界的科技王国 在技术拓展 国家化拓展方面 技术创新 国家化拓展方面 国内首屈一指 这种企业发展速度到全世界哪去找去 前所未有 当年90年代末 华为没有通议拍照 老人在全体大方上讲 华为的全体员工们 我们只有熊啾啾 气昂昂 跨过太平洋 只有到海外谋发展了 我2016年初就在深圳半天 参加华为的颁奖仪式 下午3点半颁奖 颁到晚上7点钟没有颁完 东南非事务部 西非事务部 南欧事务部 北欧事务部 俄罗斯事务部 荷兰事务部 墨西哥事务部 我说什么公司在那颁奖 跟联合国一样 那最后海外服役十年上员工颁奖 老人还讲那话 阿富汗战乱时 我就看过员工 利比亚开战前两天 我在利比亚 我飞到亚拉克不到两天 利比亚就开战了 我若贪生怕死 何来让你们去英国奋斗 美军空气叙利亚 前年2017年4月10号 空气叙利亚 103枚巡航导弹突袭叙利亚 就那103枚巡航导弹 打击叙利亚的时候 任正非刚刚在六十小时以前 飞离叙利亚 他给我发了个短信 说我现在正在贝鲁特 四级阳台喝咖啡呢 我说任总 你千万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身先速度在第一线 经济学家徐晓年说 最佩服两个企业家 第一任正非 第二桃花比 许晓年讲呢 企业不一定非要高技术啊 不一定非要互联网加啊 你就把产品做到极致 你就老大 桃花比不就会凭老干妈吗 现在弄的 凡有个华人地方就有老干妈 你看人家做到极致 桃花比一个大字不识 年近半百创业 用十几年时间 打造出一个世界一流的现代化企业 创造了故事 创造了奇迹 创造了神话 当年谁看上它了 你这个老干妈就是办凉皮的调料啊 最后发现别人特别喜欢吃 开始做调料了 做调料以后没有广告 怎么办呢 也不懂得广告 没文化嘛 做一瓶瓶的拧紧了 送卡车司机免费送你吃 卡车司机走到哪吃呢 挺香的又挺香的 就是那个路上贵州 那叫什么什么人做的 就卡车司机帮他把名声给养开了 我们有句话 叫当你弱小时 敌人特别多 你弱小的时候才你人特别多 那反过来说呢 当你强大时 朋友特别多 桃花比当年创业 多么弱小啊 欺负他的人太多了 你看桃花比讲的话 我就要拼下去 哪怕面对个土匪 我都给你拼下去 你想把我杀掉 我就想把你杀掉 要拼才会赢 不拼就会输 桃花比的理论 上不了我们NBA 也NBA 进不了哈佛案例 但这是中国企业家 扎扎实实在就这么拼杀出来的 我们不是按照哈佛案例 不是按照NBA 也NBA的案例 一个做出来 你看中国企业家怎么成长 需要您说 最佩服就任正非桃花比 任正非见着了 没问题 到深圳 任正非 以任正非会谈 还给华为讲课 都告诉我 就见不着桃花比 桃花比不见的 需要您最后也释然了 说我见桃花比被拒绝了 后来得知他连省长市长都不见 只见村长 这才心理平衡 桃花比就这样 你别跟我弄些云雾缭绕的虚东西 谁能给我解决问题我见谁 别人就算了 不见了 不探讨理论就实际 脱欧 特朗普 中美脱欧坚定的 提出者 实践者 不但特朗普 一个班底都是这样 但我说他班底是什么呢 班底问题太老了 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七十一岁 贸易顾问纳瓦罗六十九岁 商务部长罗斯八十一岁 财政部长姆努欣年轻些五十六岁 经济顾问库德罗七十一岁 除了姆努欣是六零后 其他全是三零后四零后 姆努欣六零后主张与中国缓和 别打贸易战 打得去对谁都不理 三零后四零后 全部主张干到底 六零后要考虑未来啊 我们讲 六零后来日方长的考虑长远 三零后四零后 青春期都与冷战时间度过 都叫青春无悔 整个脑袋还留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人 一批人主张美国今天的政治 我说呢 今天当然来势雄雄 全是三零后四零后 但我说呢 不用太长时间 你们终于要推出历史舞台 美国这个交班顺序 我们实在不敢恭维 六零后交给四零后 奥巴马六一年生的下台了 特朗普四六年生的上台了 六零后交给四零后 这交班顺序 这算是民主的产物嘛 然后特朗普2020年明年大选 民主党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拜登 特朗普明年2020 七十四了 拜登七十七啊 我说民主体制怎么搞的 你们民主怎么选举的 中美脱钩 我说你三零后四零后 你全部铁信脱钩 你脱得了吗 你怎么脱钩啊 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 中美贸易战 只要占美国贸易总量16% 大陆 这港澳台20% 美国贸易立国 接着讲 任何国家和地区 只要占美国贸易总量7% 这个国家与美国重大厉害相关 不仅仅结成紧密的经济关系 而且要考虑政治合作和军事同盟了 共同汉美双方重大厉 7% 我们混到20%了 政治同盟 什么军事同盟 中国不可能 但它极大监管双方可能发生了冲突 中国持有美国最高的贸易 最大债主 你看我们平常都是 你说你跟谁过不去啊 你跟你最大债主过不去 我们有这样的吗 欠人钱很多 你跟人翻脸只能跟人吵架 一吵架 我钱多多钱呢 我展示还不上了 什么时候还 你就得挨一截子 你看美国今天 你跟你谁吵架呢 跟你债主在干 你脱钩 你怎么脱钩 中国锂电池生产世界第一 脱钩了 你手机电池怎么办 你自动驾驶怎么办 你机器人怎么办 你数字化部队电池怎么办 全都白扯了 怎么脱钩啊 中国的词应材料 世界第一 我们一个浙江恒电东瓷集团 世界第一 一说浙江恒电 大家想起恒电影视集团 首次鬼子都在那排的 那就是东瓷集团投资 建的恒电影视集团 其实大老板就是恒电东瓷 世界第一 东瓷到了老总何时金 民营企业也讲了 没有我们东瓷 他苹果手机振动箭全抓下 所有手机振动箭都刺激 不仅手机啊 空调呢 陀螺呢 定位仪呢 没有刺激 怎么弄 中国线纤维加工 占全面50% 这随便举举数字 你说怎么脱钩 所以你别喊特朗普的班子 决心很大 没法实施 美国人这点也知道 不能脱钩 美国前驻华公使傅利明讲 美国每年有65万 从事科学工程技术的 工程专业的学生毕业 其中很大部分是中国人 若排挤他们 美国将损失大量科技人才 预计到2025年 中国拥有的熟练技术工人数量 将超过金河组织所有陈安国的总和 若以中国脱钩 意味着美国疏远的是事业上科学家 技术专家 工程师和数学家 数量最多的国家 若切断美中科技交流 以及说会阻碍中国科技进步 不如说将损害美国自身的创新能力 对谁有利啊 美国这批明白人看得非常清楚 过去他们印象什么呢 华人是开餐馆的 华人是做苦力的 华人就聚在唐人街 他们都这印象 今天什么印象 今天傅里面讲 美国正在把中国逼成一个自己 可能无法战胜的对手 中国不想跟你干 都想双赢 你逼他 逼到最后 他把你逼成一个 无法战胜的对手 我说你看我们难道不是这样 预言我们倒台的人比比皆是 2000年美国华人张大敦 中国即将崩溃 2015美国学者沈大美 即将到来中国崩溃 一片唱衰 但我们就是不崩溃 我们发展的比谁都还快 北大林毅福教授讲 这叫中国经济之谜 中国经济为什么这么发展 林毅福说 全世界包括中国外国 没有一个经济学者 能够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力 他跑的姿态不太漂亮 亮亮墙墙的 跌跌撞撞的 眼看就要摔倒 他就不摔倒 比那些政经微步的人还要快 怎么回事搞不清楚 林毅福说 这本身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题目 当然我说也并非所有人没有人破解的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 讲了一句话 讲了抗日战争 但我觉得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也是有用的 毛泽东讲 战争的伪力是最深厚的根源 存在于民众之主 所以我说恩格斯那句话 理论永远是灰色的 而是实践之处 场景 中国的经济发展 中国企业家创业实践太厉害了 理论没有概括出来 我们的理论一定要与实践结合 否则离得太远 1980年深圳就是小渔村的 从保安那边过来 到今天成这样 城市建设的奇迹 世界经济发展奇迹在这儿出现了 这张照片 就小平同志南巡讲话 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 最后到了深圳 在罗湖口岸山坡上看香港 小平同志最大的愿望 香港回归 能够探上香港土地回去看一看 广东省委的领导同志回忆 当天小平同志在看香港的时候 站在山坡上 天下着萌萌细雨 广东省委领导同志说 我们谁都不敢上去 给小平同志打散 怕干扰他的思路 小平同志站在萌萌细雨中 呆呆地看香港 五分钟六分钟 小平同志最大愿望 香港回归去看一看 后来没有实现 1997 七一回归 1997年2月份 小平同志去世 今天深圳的发展 已经回报 完全回报了小平同志的期望 深圳建设 深圳经济总量 是香港的五百分之一 2018深圳经济总量超香港 完全实现 这种发展速度 我说你看中央原来讲 越高大湾区的核心引擎 深圳了 原来越高大湾区核心引擎是香港 后来是双引擎 香港和深圳 中央对深圳的希望 超越大湾区 勤为竞争力 创新力 影响力 卓著了全球标杆城市 你看港珠澳大桥建设 就不接深圳 怕深圳超过 你不接怎么办 你不接你就能把深圳撇下来吗 照样不行 我觉得深圳的发展 就充分用自己的实力 向国内 向全世界 展示这种城市的活力 这种创新力 它的生命力 1977年 当时广东省委书记齐仲勋书记 就讲了句话 面对逃港风潮 他讲了句话 要把我们内地建设更好 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 齐仲勋也看不见了 确实了 我们今天正在实现 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 你看看将来 就这种竞争 互联网上有这么句话 中国人中的一部分 看不起自己的民族和国家 不过没有什么 中国的未来不会由他们创造 未来是劳动 是汗水 是创业创造的 研发创业创造的 这就是今天我们在创业 我们核心 中国人今天只有精神状态 任正非讲了一话 我们进入无人区了 华为的电信技术 领先美国思科ATT3年左右 领先艾雷辛诺基亚5年左右 老人说 我们今天华为真正危险到了 我们进入无人区了 我们过去跟着别人跑 他跑哪 我跑哪 今天前面没人了 他们跟着我们跑 我们该往哪里跑 华为真正危机 我说你看我们在今天 基于危机的并存 我们迎来一个全新的时代 我们中华民族百年久亡百年复兴 前一百年1840到1949 所有先进的中国人 很多从广州发迹的 你林泽虚的鸦片禁言 洪秀泉的太平天国 曾佐里的杨如自强 康良的戊虚维新 孙中山的辛亥革命 毛泽东的西米族主义革命 所有先进的中国人 就为这三个字 救中国 挽救民族命运为亡 救亡命题不是共产党发起 但共产党了结 1949新中国成立 救亡命题的终结 下一命题开始 1949 2049 发展中国 前一百年救亡 后一百年复兴 前一百年历经坎坷 我们后一百年依然如实 但我们在几代人的奋斗 多少人的牺牲 我们今天叫成绩飞燃 我们从今天看一看 这是美国丹夫大学做的一个模型 全世界经济增量 从1960年到2099年 全世界经济增量 丹夫大学以世界银行做这个模型 你看中国 60年代根本没有我们分 世界排名前16 没有我们的分 我们到了1971年 终于寄身世界前16名了 然后开始不断地加三 不断地插队了就是中国 世界秩序就这么排定了 美国超级大国世界第一 日本世界第二 其他欧洲的国家 在后面按照这个排序 中国亚洲都排在后面 亚洲就是日本在前面 然后中国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 中国在逐步的崛起 最后世界大秩序 就是苏联解体到俄罗斯 有大的变化 队伍变化 其他你看大家注意 不断加三的 不断插队的 不断敢超的就是我 进入世界前十 超越加拿大 进入世界前九 一个一个就往前赶 他们最看不惯的就是 中国人不守秩序啊 不按照排队的规则 你看看 超越巴西世界前七了 超越英国世界前六 1998年超越意大利世界前五 200年超越法国世界前四名 2004超越德国世界前三 2010超越日本世界第二 有人说我们排了个厉害的 我的国把美国给惹了 有人说我们搞了工业制造 2025把美国惹了 惹的不是这个 是中国的发展 这些统计数字都来自美国的 你看中国这个发展这个速度 你美国人能不害怕吗 一定要支持 一定要加以支持 石油数字到2017 2017采纳石油数字 2017以后还有个模拟 模拟一个虚拟数字 就是根据你的资源禀赋 你的资源 你的人才 你的发展前景 还做了综合的规划 2017以后 它有个演算推算 一直推算到2099 2049我们新中国成立 100年 就是18大的目标 19大目标 实现伟大的民族性 2049 我们做指标是做到 2028 经济走南超越美国 超越之后继续拉开 以美国的距离继续拉开 越拉越大 当然最后大家看 下部美国 还要对付印度呢 因为印度追上来了 不是我们超美国 美国再追不上我们 因为印度要赶美国 下部他好好地把印度 扼这一把 这就是到2049 到2049 我们经济走南大约超越美国 20万亿美元 大家可以看 这是到2050 我们大约要48万亿 美国27万亿 我最后讲这话 小成功需要朋友 大成功需要对手 我们弄个小成功 弄个小朋友做小成衣 那需要朋友 大成功 我们民族复兴是大成功啊 需要对手 今天干你 明天干你 他让我们不要懈怠 让我们审视自身的毛病 我们改掉自身的毛病 他讲了我们有问题 我们改 改完我们更强大 所以我觉得我们真需要这样对手 他给我们发展提供了非常强劲的动力 我说这是我们一个百年变局的大时代 国际力量格局在较量中剧烈演变 中华民族正在经历民族复兴的新长城 我们一步步往前走 再做了我们所有 我们都是见证者参与者 这是我们的心 当然后代人可能他们更幸运 但我们这代人幸运在哪里呢 你生活在一个中华民族大起大福的这样的时代 马云讲了 真正的机会就在别人的牢子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渡文的文字 先来看 谢谢大家 我们的话 我们下来 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